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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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 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UBUBU恰恰 你知道誰能在溫泉塔裡面活多久嗎 哪一座是溫泉塔你知道嗎 就是基地後面你們家一開始出來 那一座會對你咻咻咻的那一座 那為什麼又叫溫泉塔呢 因為他回血的時候旁邊有那個 看起來好像很舒服 所以應該是大家這樣稱之為溫泉塔 那經過不斷研究之後 扣除掉一些會無敵的角色 我發現塔拉在裡面是可以活最久的 因為他的大爵士可以重複 一直使用一直使用一直使用 而且不會他的治療是不會被刷新的 所以呢 我們就用塔拉開啟無CD模式 看在裡面能活多久 那當然這是無CD模式 那認真魔人請你退散 那現在你就先 其實要先吸一口氣 然後把畫質調到最佳設定 因為等一下你的手指會非常的累 我現在要調理一下心情 因為我怕我等一下 會不會按一按我手指抽筋或是什麼 喔即將開始喔吸氣 吸氣 吸氣 喔我要走進去 阿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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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ge 喔手指有點沒力了 可是我還是要努力的阿多多多多 阿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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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喔... si... 喔啊... 溫泉台應該是打增傷吧 就是希望你知道的人 能幫我查證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發出好像那種 哇 白色的光芒 那我這次要再跳進去 叭叭叭叭叭叭 沙尼不要害我 我在裡面應該可以活很久吧 超累的耶 我現在手就是一直一直一直按 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不要啊 沙尼 沙尼不要害我 那這大概就是這樣 不只說可以練 練什麼 這到底要練什麼 練手術嗎好像也不太對 有夠無用的影片 那今天的簡單的分享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晚上的影片我應該會做 鰻魚飯 新英雄鰻魚飯的上市影片喔 那請大家同一時間準時收看 大概是9點到10點吧 那今天外面還有下大雨 那請各位觀眾在路上的時候 也要多注意自身安全喔 你看一下現在台中又還在下大雨 然後我也要走去吃早餐 超危險的 掰掰